记者黄书丽云林报道,今年气候热加上雨量少,中南部一期到做同时间收割,且产量较去年增加一成多,大皮乡农会总干事吴锦良表示,未来一周是收割高峰期,呼吁农政单位要做好相关配套,以免又发生为等轰前机大牌长龙情况,甚至影响股价。 一期到做进入收割期,因各地爆粮价格从上周每台金9.7元跌至9.2元,由于气象局发布接下来可能连日降雨,有农民担心影响收割,这几天抢割情况严重,大皮传出因倾骨太多年迷场拒收,农民只好整车载回去用人工晒。 今天早上斗南,大皮地区降下渐些性大雨,接近中午雨停太阳露脸各地又忙着收割,阴凉后含水量高,有年迷场收购价每台金跌破9元。 许多农民听到消息忧心忡忡,担心会再跌价。 农粮署发布新闻稿提醒农民水稻成熟后再收获,不但股力饱满,水分含量低,折算前股重量也多,农友收益最好,且红钱效率高,红钱机可以服务更多农友,请农友及收获业者切勿清歌,避免到股品质差及售价低,也会使红钱机运转不及,损害农友收益。 若农友到作受灾损,也可叫交工粮灾害股,收益一样有保障。